台中这一间帝王蟹吃到饱餐厅 遭民众指控到店内消费点了龙虾 送上桌却是认知中俗称的海战车 说到龙虾民众认知都选第一张图 但消费者当天看到店家送上来的却是海战车 两者明显有差异店员却坚持是龙虾 一对很长的虚身体是藏口 这个比较不会认错 残虾 善虾没有虚 身体像这样子比较扁的 一般的民众在购买的时候 常常会有点混淆 科博馆博士分析 海战车也就是残虾 气息在水深50到80公尺内的岩礁地带 主要靠潜水捕捉与龙虾分属不同科 而海战车的长相外形 民众容易与善虾混淆 虽然都是海产价格也大不同 以龙虾来说 嘉义布袋鱼港行情 一斤约1500元 海战车也就是蝉虾 一斤1600元起跳 数量稀少 至于善虾一斤900元 虾菇则是一斤600到1000元 遭民众指控的店家 广告中主打地王蟹和牛吃到饱 菜单海鲜确实只有龙虾 没在细分品种 消费者要求退费 店家拒绝对外回应 海战车是不是等同龙虾 台中市消保官强调 双方认知如果有差距 可透过消保官进行消费协商 三星明珠部综合报道